大家好 欢迎来到荷花冲浪 本频道分享中国商业史 欢迎大家订阅开启小铃铛 这样不会错过每一期精彩内容 2008年汶川地震成龙捐款1000万 李连杰一基金捐了1000万 姚明捐款近2000万 三大巨星出尽风头威风八面 然而三个人并没有威风多久 很快就有人直接捐款5000万 把三大巨星的威风给灭了 这个人就是四川黑社会老大 当时的汉龙集团老板刘汉 刘汉出生于1965年 80年代刚满20岁的 刘汉就下海经商做起小生意 成品油 建材 木材等 只要赚钱的生意他都干 那时候的刘汉敢打敢拼 能吃苦肯卖力 别人不敢干的他都来 80年代倒卖木材 有年冬天去四姑娘山倒卖木材 当时路边结冰又是悬崖峭壁 别人都不敢去 刘汉自己驾车就去了 临走前留下一句狠话 我要两倍的价钱 就这样跌跌撞撞干了近十年生意 刘汉积累了最原始的资本 90年代初期进军期货市场 期货市场的异军突起 彻底改变了刘汉的人生格局 1994年至1997年四年的时间 刘汉在期货市场一举成名 积深亿万富豪行列 与此同时 他的黑社会老大身份也逐渐半公开画画 刘汉在期货市场的投机运作 令北京建号集团董事长袁宝景损失惨重 对方雇职业杀手汪兴埋伏在 酒店门口暗杀刘汉连开两枪 刘汉侥幸躲过一劫 暗杀不成的汪兴开始反过来敲诈袁宝景 袁宝景联合袁氏三兄弟反杀汪兴 后来不知道为什么这件事暴露了 袁氏三兄弟因杀人罪和顾兄杀人罪被判处死刑 当时就有传闻这件事跟刘汉有直接关系 汪兴的反叛 袁氏兄弟的死刑都有他幕后运作 1997年3月 刘汉成立自己的商业帝国 四川汉龙集团开始正式的南征北战开疆拓土 在刘汉的运作下 汉龙集团仅仅几年就成为资产超400亿 涵盖地产基建矿业旅游食品生物 通讯电力化工 生物等数十个领域的商业帝国 刘汉也成了当时最具风透的商业大佬 这一切仅仅得益于刘汉天才般的商业头脑吗 显然不是至少并不全是 汉龙集团迅猛扩张的背后 是刘汉的黑社会背景在作怪 当时刘汉在四川人眼里是真正的黑社会恶霸 只要汉龙集团看中的项目 没人敢跟他竞标 任何项目只要刘汉出手就十拿九稳 用黑社会势力给商业开路是刘汉最重要的手腕 因此还发生了许多流血事件 1993年民警拘留刘汉 刘汉弟弟刘维用钢珠枪向民警开枪刘汉逃脱 1998年刘汉为绵羊小岛的地产项目 指使数十人携枪支弹药组成强杀队威逼村民 当场同死村民雄伟 1999年直身手下将竞争对手 王永成枪杀于某酒店门口 400亿资产背后是刘汉的血债累累 2014年刘汉因涉嫌组织领导 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故意杀人罪 暴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等案被逮捕 2015年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一向嚣张跋扈的刘汉在法庭上吓得痛哭 一代萧雄不过如此 刘汉被捕后其好友 身边人纷纷出面揭发他的恶行 更曝光了他荒淫无道的生活 据身边人爆料 刘汉常年以金钱诱惑黑势力威逼等手段 逼女明星就范成为他地下情人 人数多达12人其中不乏一线女星 刘汉不光自己玩弄女明星 更利用女明星为自己的商业帝国开路 可谓一分钱掰成两磅花 刘汉真正宠溺的情人 坊间概括为四朵金花 也是四位女明星且有一线女星开路 这四人是他进鸾不许外人染指 然而直到刘汉被处死这12位女星 以及四朵金花的真正身份都没能曝光 刘汉不光对自己好 对朋友出手更是阔绰 有次去澳门赌博 仅娱乐消费刘汉就花了70多万 赌桌上书的钱更是不计其数 当晚他还花了25万给自己 好兄弟包了女明星过夜 给别人出手都这么大方 刘汉身上的江湖气是够重的 所谓均以此心必以此亡 刘汉最终还是栽在黑社会背景上了 2015年刘汉的人生停格在了50岁 给你帮助